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Kai 今天我要來開箱一台小小的口袋型相機 那這就是我們的Canon PowerShot G5X II 但是在開箱這台相機之前 我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一個小小的攝影故事 就是我自己的攝影故事 那就是十年前 我第一台相機 就是用Canon的 PowerShot 系列的 A3100 IS 雖然它的名字有 IS 兩個字 但是它沒有防手針 那我記得很清楚 那個時候還有台北國際花博博覽會 所以是2010年的時候 那那個時候我還是一個小屁孩 然後就拿著一台小小傻瓜相機在那裡亂拍 我還記得那個想法是 我想要儘可能的把記憶卡塞滿 所以每次一出門 我就是拍兩三千張照片回家 真的是超瞎 那我就這樣默默跟了Canon十幾年 那我今天想要來看看 大家稱的牙膏廠Canon 有沒有擠出了一些牙膏呢 還是它根本牙膏蓋還沒打開 那我們就拿十幾年前那一台Canon A3100 我第一台小小傻瓜相機 來跟今天我買的新相機 G5X II來做一下規格的比較 最明顯就是兩台都有口袋隨身機的大小 但是新的這一台G5X II 塞入了一吋的感光元件 真正比舊的那一台多兩倍多 所以就還不錯的升級 那舊的那一台是用CCD感光元件 那新的這一台是用CMOS 所以有新的科技 放到新的相機裡面 那我第一台相機A3100 它的最廣角是35mm 所以其實沒有很廣角 但是新的這一台G5X II 它有24mm的廣角 那我知道可能十幾年前鏡頭技術沒有這麼成熟 所以可能從我們的35mm 我們就看每一間公司慢慢的推 推到現在也24mm 所以我們可能再過個二三十年之後 我們可能有十幾mm的鏡頭在我們隨身相機裡面 都有可能 下一個關於鏡頭的參數就是有1.8到2.8的超大光圈 那雖然不是什麼恆定大光圈 但是十幾年前那一台相機的鏡頭 光圈真的是小到不行 而且感光元件又小 ISO一拉高真的是 就是晴天機的概念 下一個改變我覺得非常有感就是它增加了手動模式 像舊的只有P 就是程式自動 我只能加1-1在那裡調曝光補償 那新的相機全手動真的是 超棒 下一個這個我覺得也是非常有感 就是它增加了RAW檔拍攝 那十幾年前 隨身相機都只有JPEG 那如果你要RAW檔 你就只能去買單眼相機 那現在RAW檔在一台隨身相機裡面 就可以拿到真的是超棒 下一個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非常大的突破 就是現在的Canon G5X Mark II 有20張連拍 20張連拍 我的Canon 7D Mark II 都只有10張連拍 對沒錯10張連拍 那我們回到十年前 我的傻瓜相機只有0.8張連拍 這個算是蠻有感的升級 那我在十年前 我用那台小小傻瓜相機也拍了超多影片 因為我就是盡可能的要把記憶卡塞滿嘛 所以我也拍了很多影片 3、2、1 開始 哇 沒打 來啊 推啊 推 哇 你這對是什麼方式 那那個時候 肯定只有720P 就是HD而已 那現在 我們竟然有4K 雖然會 過熱 但是 欸 有4K啊 就 OK啦 如果不要過熱 我們可能降到1080 看看會不會不會過熱 之類的 還有螢幕也在這十幾年 有一個非常大的突破 那十幾年前那一台小小相機 又有一個小小的螢幕 而且還會有色偏 那像是現在 有一個三吋超大螢幕 又有觸控 又有翻轉螢幕 那如果你螢幕 覺得 欸 還不滿意 你現在還有一個 Build-in EVF 就是 取景器 那我們剛剛講的都是一些 正向突破 那我們現在也有一些 不一樣的突破 就是我們重量也突破了一些 現在已經變成兩倍的重量 從 原本那一台小小傻瓜相機的 155克 到現在已經300多公克 兩倍多的重量 還有另外一個突破 就是價錢的突破 像原本的5000多塊的Powershot系列 現在Powershot系列 變成一個比較 高級的系列 變成一台要兩萬多塊 Canon還是有一項東西 就是 牙膏怎麼擠 就是擠不出來的 那就是它的對焦系統 現在Canon PowerShot G5X Mark II 還是使用 對比 自動對焦 跟十幾年前的相機一樣 雖然沒有什麼不好 因為對焦對得很準 但是你到了昏暗環境 整個相機就是 罷工 它就 對不了焦 好 講那麼多 比較完成了 我們就是十年前的牙膏 跟十年後的牙膏 到底看 擠了多少牙膏 好 那我們現在接著 來開箱這台Powershot G5X Mark II吧 所以盒子裡面有一張寶箍卡 有一個Made in Taiwan的CD 但是這個Made in Taiwan的CD 它是使用者指南 跟後面這一本紙本的使用說明書 我覺得功能有點重疊 那我覺得Canon應該要把其中一個拿掉 或者是兩個都拿掉 這樣子比較愛地球 我們盒子裡面還有一個小小的充電器 跟充電器的線 盒子裡面還有一顆NB13L的超級小的電池 這顆只有4.5瓦小時 真的是超小 還有一個手腕袋 OK 這只有就是我們的相機啦 我們裝上電池玩玩看 沒有電 討厭 好啦反正就是這樣子啦 我們看著Canon擠了十年的牙膏 那我們看看下一個十年它還會擠出什麼牙膏 我們就慢慢等待吧 OK這就是我們今天的Canon PowerShot G5X II 跟我自己的開心攝影分享 那當然喜歡這個影片 按個讚 訂閱我們的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攝影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OK My name is Kai I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